北市的大直楼塌进入了第六天 照获的基态建设前三天神隐 已经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基态建设总经理冯仙勉 和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达成了三点共识 其中一项就是提拨一亿元 要放在北市法务局指定的账户进行信托 没想到北市法务局的局长连唐凯 昨天就爆料了 基态根本就没有把钱汇进来 总经理冯仙勉他却说 他当天一早就已经把钱汇到了指定账户 并且信托 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连唐凯11号晚上就批评 冯仙勉是把一亿元转到自己的基态富邦账户 并不是转到台北市法务局的指定账户 接着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 那市府跟基态建设他们难道杠上了吗 首先总经理冯仙勉他11号晚上和大直的受灾户座谈的时候 他就已经说按照市府的要求把这个一亿元汇到了指定的账户里面 并且信托 但是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因为他就痛批了 他说什么他说基态建设都说谎不打草稿 他们出示的户名资料上面就清楚的写着基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根本就是把自己的钱又再转给自己 然后还理直气壮到底把受灾户的权益放在哪里 基态才批评北市府说提出了第二波的假扣押 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问题 那英伟也做了回应了 他说市府的第一波假扣押是针对市府受损的部分 但是第二波的假扣押其实是针对坍塌比较严重的25个住户 其中10户要重建的部分 这是为了受灾户的权益来进行的法律程序 也把问题丢还给基态 说这些钱本来就应该是市民的 要把这些本来属于市民的钱交还给他们 先放到法院以确保市民的权益到底有什么不对 最后基态还说被市府要求说 从12号开始要退居到第二线 市府就回应了 他说从楼塌到现在事发救灾到安置 基态都被外界形容说前三天根本就是神隐 不知道跑去哪了 什么时候有上过第一线呢 最后我们就来关心一下 那基态他说要汇款1亿元 那这个1亿元到指定账户 他到底去了哪里 让市府如此的不满呢 基态建设总经理冯先勉就说了 他把1亿元的款项先汇到基态名下的富邦账户 为的就是因为台北市政府是富邦银行的大股东 有很强的控制力 钱进去基本上就是跑不掉 声称基态是为了展现所谓的诚意 才会和市府达成这个共识汇款1亿元 那市府后续才临时通知 说当天马上就要转入 所以他们上午就把款项从台湾银行转到富邦银行 当天其实就有派律师到市府进行这个信托契约 不过法务局长连唐凯他当天去提存了 所以契约没有签成 观众朋友可以接受这个基态这样的说法吗 但是这个受灾户恐怕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为基态昨天首度召开了说明会 住户面对面的沟通 冯仙免他就喊话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基态跟受灾户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家人 而且有七成的受灾户都愿意接受所谓的合见 但是住户不但不买账 他甚至直接炮轰说基态根本就是在鬼扯 他们批评市府说第一波的假扣押 已经放了6000多万到法院 没想到隔一天又再提了第二波的假扣押 批评市府根本就是无穷无尽 拿市民的钱来去做假扣押 只想要把企业搞倒 还说市府如果再继续这样做 之后公司出事意外跑了 问题也根本就解决不了 表示很心痛 愿意负责的企业却没有受到市府正当的对待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话题 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参考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参考